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 那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民间学者 曾经的一路大学教授,现在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陈志武 最近参加一次中国的论坛的时候,竟然语出惊人 甚至建议中国政府把中国的A股完全关闭 他甚至还当面的跟中共的官员是这么讲的 甚至把中共官员都吓了一跳 因为陈志武本人,他是长期以来主张市场经济 主张自由化,主张中国的经济体制,慢慢的和国际接轨 但是没想到,没想到,他现在却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他的理由是已经绝望了 我们看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敏感的话题,不过我还是直说了 其实我是觉得首先对于内地来讲 我是主张就把A股市场关掉 因为现在的话,本来就已经越来越回到国家计划的 有国家计划,有发改委 那么多的,特别是很多的领导们又不喜欢搞金融的人 拿这么多的工资 是吧 所以就干脆把这些人逼着他们去改行 去做别的工作 然后让社会不要去那么去装的 要做一个似不像的资本市场 所以我这是去年跟某一些原来的一些领导就讲的 把他们吓住了 因为我这些把过去几十年一直都以各种不同方式 推动中国的进入市场的发展 包括在观念上做很多的这些讲座,写书,写文章 那么三十多年下来我发现我们又一下子回到朱元璋的时候 所以这样的话看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下就还不如把A股市场给各支起来 其实看了这段话我们就应该明白 他讲这个话并不是真心的说希望中国关闭A股 关闭股市 而是他觉得他对中国现在的这个发展方向 是完全认为背道而驰 他已经绝望了 已经对中国的改革彻底绝望 这不是失望的问题 是彻底绝望的问题了 他说了 你既然要搞国家管制 计划经济 对吧 那你还开什么A股呢 对吧 你还开什么这个代表资本主义的一个股市呢 你不是现在反对资本吗 民间遇到什么事 普通的这个网民都在上面留言说 都是资本惹的货 都是资本害的 打倒资本 整天的讲资本资本的 那么痛恨资本 那你开什么股市 股市是资本的游戏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既然开到车了 既然你不听我们的话 对吧 你不想把这个股市搞好 不想把市场经济搞好 你不想真正的走向 这更加成熟 更加稳健 更加讲法治的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 那你装什么 装对吧 你就是完全在装 装模作样 弄个股市 实际上很明显就是 他现在有股市的最主要原因 一个是刚刚过去 过去这个改革开放 需要股市来融资 到今天为止 还有一某种程度的融资的功能 它可以有一些外资 通过这个股市来进来 包括跟香港股市的连接 对吧 然后能够吸引到一些投资 吸引到外部的资金 这仍然还有一点点作用 但是这种作用越来越少 那第二呢 就是给人营造出一种 我们仍然越来越开放 进一步的进行市场改革的 这样的一个意愿 所以今天A股既没有太多的 融资的功能了 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给人家展示开放的功能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看清楚 你是假的 你在不断的开造车 那最后还有一个功能 这也是目前股市还没有关闭的 我想是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还可以作为一个 收割韭菜的机器 来把民间的财富通过股市的 这些所谓的上市公司 当然有大量的所谓国企央企 那这些企业可以通过股市 来让这些普通民众把钱掏出来 把他们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 股市最大作用对共产党来讲 就是收割韭菜 仅此而已 当然你可以说 那些外资投入进来的 其实也算是韭菜 但只不过你不能割他们割太狠 可能还得悠着点 但是该割还是要割 所以西方的企业财团在中国赚不到钱了 它自然慢慢的在撤退 我们看到了最新的一个消息 其实也能印证这个观点 就是最新公布的全球标准指数的权证当中 印度已经非常接近中国了 比如说我们看具体的数字 新兴市场指数当中 印度公司所持有的股价 发行股票和获利都在不断上涨 那么在这个指数当中所接近的比重 已经达到了将近五分之一 而中国大陆方面 从2020年开始不断下降 从40% 在新兴市场当中占40%的比例 已经下降到四分之一 下个月这个比例还要再调整 中国还进一步下降 而印度进一步的上升 从中国股市在全球指数当中的比重下降 就可以看得出全球的资本已经不再看好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的股市就变成了越来越鸡肋 对共产党来讲 它还有一个收割韭菜的作用 如果这个韭菜收割到没有韭菜可收割了 那么这个股市也没有开办的意义了 那这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国家 在面对这些资本市场的时候 它的一个局限性 就是西方国家 它是一个尊重自由民主的社会 这个股市代表了就是民间社会活力的缩影 大家通过投资 通过支持某些企业 创造某些产品 进行某些创新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钱给调动起来 可以让社会的创造力更容易去体现出来 但是在中国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共有劲 国家掌控一切 那这样的一个国家 其实开办股市本身就有点不能不累 因为股市基本上的意味着 民间社会有自由交易的权利 而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一个所谓社会主义 一个专制国家 它其实这个股市本身是不自由的 那在这种不自由的情况下 你开办一个股市 当年就有很多人反对 就觉得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 怎么又开办股市 这不是倒退吗 他们会觉得这是倒退 因为对共产党来讲 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 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 是资本主义没落腐朽 然后变成社会主义 然后走向共产主义 对吧 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理论 这是所谓的社会进步 那你都已经实现了一个更进步的社会主义了 然后你居然有去弄一个股市搞资本主义这一套 对吧 那不是开一道车吗 不是后退吗 当时其实已经有人反对了 所以说未来如果习近平哪一天关闭股市了 或者是股市继续的萎缩 像现在一样 也不要惊讶 当然在我们的角度认为这是开倒车 对吧 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讲 这不是开倒车 这是纠正过去开倒车的错误 注意啊 共产党或者中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中共政权本身 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优越性基础之上的 它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在于 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要推翻中华民国政府 为什么要搞土地改革 为什么要搞什么这个公司合营 对吧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公有制 就是因为你认为这个比资本主义更优越 更先进 对吧 更代表未来 所以说你才这么做的 对吧 但是改革开放的做法呢 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 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根基 而这种做法实际上现在对共产党 带来越来越大大的危害了 在过去产生了一定效果 因为有了钱 所以说大家可以挂羊头卖狗肉 但是在最近这些年 已经玩不转了 就是它已经很难去维持共产党的执政了 而这共产党的执政需要更多的依靠意识形态 依靠当年毛泽东时代 当年建国的时候 所宣传的那一套理论 作为一个执政的基础 所以它现在开始慢慢的限制资本主义 批判资本市场 然后对那些资本家进行收割 美其民业务是反垄断 或者是抵制西方的渗透 亦或是所谓的反腐败 总之它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实际上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重新回到中华人民国国建国时候的那个正轨 就是搞积极斗争 通过大清洗 通过全面的集权 来维持中共政权的稳定 所以这就是现在 共产党在走的路线 那么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了 改革黑暗40周年来 已经思想西化的 认为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才是正确的 这些人 让他们感到越来越失望 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 以至于陈志武这样的 中国最优秀的 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居然说出了关闭股市的话 其实我在差不多半年前就专门做起节目 就讲到了 我认为股市的作用越来越小 越来越像鸡肋 所以说习近平不是不可能未来关闭股市 我当时还专门做起节目来分析 特别是在当时有一个事件 就是有两万多名中国的股民 跑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下面留言 去夸美国 去讽刺中国的股市 批判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我记得当时还给大家念了几段 共产党却没有及时的把这些号给封杀 这些言论给禁掉 所以当时我就分析就是 习近平要对金融部门 金融领域要动刀子 那么当然再进一步的话 那就是关闭股市了 当然最后会不会关闭股市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今天股市对共产党来讲 作用越来越小 那是事实 对于一个正在朝鲜化的国家 是不需要股市的 朝鲜也不需要股市 对吧 俄罗斯的股市基本上也是只剩下自己跟自己玩了 特别是在全球的围堵制裁之后 你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那就基本上只能闭关锁国 做点自负了 一个没有对外有流通功能的股票市场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现在中国社会是政治挂帅越来越严重 被笼罩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统治之下 最近有个消息 就是在中国民间特别火的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 歌手2024总决赛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中国知名歌手 那个纳英 他获得这次歌手2024日节目大赛的冠军 但是有一个参赛者哈萨克的歌手 他跟一个冠军的热门人选 美国歌手 偷偷讲了一句话 结果没想到 这个哈萨克歌手的这个麦克风没有关 被这个现场给录进去了 而且还播放出来了 他私下说了一句 就是他们意思是主办方 必须要让一个中国人排名在你的前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个人好厉害 每次都非常精准的避开了 这个群的大人 在台上有其他的主持人在讲话的时候 他私下跟这个美国歌手讲的 但是从这可以看得出就是你的所谓的比赛 不管投票如何 不管评委评选如何 最终一定要中国人排在这个美国歌手之前 这不就是暴露了这个主办方在暗箱操作吗 注意 作为一个真人秀 作为一个节目 你有里面有剧本没问题 可是你不能够欺骗大众 跟大众说 这一切都是公平的比赛 但是很明显这不是公平的比赛 这只是一场秀 OK 一场表演而已 所以说这问题在这儿了 就是处处都是欺骗 处处都是内定 处处都是暗箱操作 就像中国股市一样 没有公平可言 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公平可言 而没有公平可言的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 它就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的 它是建立在阶级斗争 一个阶级镇压另外一个阶级 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专政的机器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说法 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专政本身这个词 就跟民主自由平等公正 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看这个现象看不明白 一旦去溯源 去了解这个国家所建立的基础 就明白了 非常符合逻辑 它根本就是一个链条 所以这个国家的建立 就是生于不义 那自然它会死于耻辱 很明显就是民间和官方 已经开始逐渐某种脱节的现象了 就是官方还在大摇大摆的高调的宣传 我们盛世的荣景 但是底下的人民开始怨声载道 这种怨声载道一方面是对自身的境遇 中国经济的困境非常不满 他们不满归不满 但是某些人仍然是坚定的爱国 仍然是要通过反日仇美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来缓解自身的焦虑 而这个时候一旦中共官方对日本美国这样的国家 有任何的友好姿态 或者是缓和的动作都会招致爱国粉红的不理解 比如说就在7月26号 中国外长王毅会见了日本的外相上川阳子 并且表示说中日是搬不走的邻居 说和平共处与世代友好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这种说法就是宣传中日应该友好 问题是其实你是中国最不友好 对吧 中国在这个排合废水问题上就是看得出来 全世界只有中国反对声音最大 然后甚至不顾最基本的科学常识 所以说王毅说这话当然是两面三刀 可是中国普通的人民 有朴素的爱国情感的人们 他们因为受到了长期的这种宣传教育 认为日本都是坏的 日本过去是坏的 日本现在也是坏的 日本还犯核污水 毒害全世界 而你王毅居然现在要跟日本友好 你是不是汉奸做狗卖国贼 但是人家是你的主子 对吧 这些韭菜难敢去反驳主子呢 所以就只能在这段新闻下边的留言当中 阴阳怪气了 我们看一下大量的网友在底下留言 说反话来讽刺王毅 说真是好邻居 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用生命和财产换来了 今天我们最好最好的邻居 有这样的好邻居为现在的祖国点赞 哈哈哈哈 好邻居世代友好 历史见证的世代好邻居 世界上对中国最好的邻居 有这样的邻居为我们的领导点赞 全部都在说反话 通这种方式来讽刺今天的共产党政府 说日本时恶不赦是你们 现在又说中日友好也是你们 从这也能看得出就是 习近平没有办法去踩刹车 一旦踩刹车了 就招致底下人的阴阳怪气了 对吧 因为这些网民已经被你煽动起来了 已经对日本有极度的仇恨了 你知道说点缓和的话 那肯定招致骂声啊 对吧 就算底下的人不敢骂 也会去说这种反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国家 正在加速的倒车 朝世界的反面 而对共产党本身来讲 改革开放才是他们的开倒车 所以他现在要拨乱反正 要回到过去的这个麻烈主义 毛泽东思想 对吧 这个建国的理念 回到这上面来 当然这不是说因为今天的习近平 或者是任何的中共领导人 真正相信共产主义 而是说这是他们的必须的选择 他们为了维持着自己的政权稳定 维持自己的特权 维持现在共产党的天下 他只能这么做 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够拿的出来 去煽动民意 去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 因为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 对吧 提高生活水平 这些眼看着现在慢慢走不下去了 眼看着击中难返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上面 取得一个像过去一样的平衡 他现在越来越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平衡了 他要不然就是放弃改革开放 回到政治安全这条多大道路上来 也就是他目前现在做的事情 要不然他是全身心的投入到经济发展当中 中国全面的实行经济上的改革 卖资涌入 华尔街进来 中国大量的企业会破产 因为西方的资本 西方的更有竞争力的企业会进来 你没有贸易壁壁壁了 没有这些限制了 一方面是内部的这些财阀 另外一方面是外部的资本 相互一结合 没有共产党什么事了 共产党就会四分五裂 会被腐蚀被瓦解 所以政治安全跟经济发展 你只能选择一样 这是习近平今天面对的终极选择 当年的江泽民 胡锦涛 他们可以不用做出选择 因为当时刚刚开放 开放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走到今天 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整个全球化也出现了瓶颈 已经出现了逆全球化的风潮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 今天中国会选择完全另外一条道路 最终给中国人民带来灭顶之灾 只不过 他在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同时 他不能够承认自己走投无路 他只能加大舆论宣传和洗脑教育的力度 说我们这是东升西降 我们这是中华民族的崛起 但是我们旁观热青 一眼看穿 现在中国何取何从 未来我会争取在今年年底到明年的时候 出版一本书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那么订阅这个频道之后 也会看到我未来 我的出书计划 到时候也会在YouTube或者推特上边 跟大家分享出版的时间和购买的方式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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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